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的歷史上的志豪 台灣整形外科在歷屆歷史大 以及前輩人如意下 我們不管在重建體力競賽美容的運營裡面 都已經有相當的神奇 在重建部分 我們每年接受超過30位的Internetial的退隆 來接受一年期上的訓練 並且這些飛龍他們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 都已經成為教授 或者說他們學會的理想 就像我們所說的Geney Channel 我們將我們所學來貢獻 來回饋給世界 那在開會 我們已經有參加了很多的國際會 比如說OSAPS、ISAPS 還有我們辦人所的Hand Surgery 就是Minecorpus 還有各方面各相關的 理學費和入業的學費的事 那在最近 Aplus 去年在韓國成立 那是代號司理事長代表的 團隊區域的韓國 現下MOU 所以成立了Aplus 在六年前 陳希根理事長參與Aplus 所以我們台灣是Aplus 創始者之一 那這因COVID-19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疏遠 但是Aplus 現在又開始辦活動 那我們學會 目前是要積極 要再重返Aplus 在這個會議 我們正有很高的機會 去出現我們台灣的整形外科 那今年的會議 我們邀請幾位外賓 那我們有一整天的Aplus 開會 那在明年 我們將會有兩天的Aplus 的會場 那希望都漸漸地 我們有一次像韓國一樣 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 所以年會是可以形成一個 國際的會議 這一期的整形春秋 那我們是以乳房的重建 為主 是醫美領域的 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這一期的整形春秋裡面 包含了各種方式的 augmentation 以及重建的手術 那我們台灣的整形外科 的同學們 有做很多的重建 每個女孩子 因為乳癌失去他的乳房的患者 他們可以有 grace restoration 可以重建他們的信心 那除了這些外景觀 我們目前可以做很多 一些功能性的重建 也就是說神經的重建 那這樣好 讓重建的乳房 它有自覺 這點只有功能重建 那我們已經有相當成神經 很多的文章的發表 甚至在DRS發表 這方面我們已經趕上美國 而且也在韓國的台會裡面 我們也在那裡有所報導 那這次我們在乳房的努力 也感謝 網紅洞和陳丹 這次整個學區的主編 那這內容非常精彩 讓大家用心的觀賞 讓大家來看 賢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